《金山国宝》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山国宝 我是主持人赵宗杰 夏青山大师的佛像绘画艺术 他经常说佛像 他不言不语 事实上 他没有任何的 比较具象的一个讯息 告诉你 但是很多人在看的时候 却有万般的想法 然后呢 不管是在身体或心灵上面 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其实夏老师想透过这样的一个 佛像艺术的方式 传递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每一幅画作 其实他不仅是要劝识 要与人为善 他也希望 每个人在透过 看画的过程当中 能够把自己的心灵 能够沉淀下来 天上跟人间 都是风云 顺虚万变 有时候掌握那个先机 或者是掌握那个残机 你就能改变你的人生 跟命运 这个不是全学 这个是很科学的 有时候人在心情反悶的时候 看到佛像 也许能够有一些 不一样的思维跟思考 也许就改变了你的做事方法 你的人生可能就因此而改变了 那夏老师的话 不仅对他自己有很大的影响 也助人无数 就说在很多人看过他的画之后 特别是他的集款 他特别喜欢在佛像上面 运用文人画的方式 在画作上面提款 有时候提的是简短的佛经 有时候是他自己的一些 在哲学或者是国学 甚至佛学上面的一些想像 跟想望 引领看画的人 能够在过程当中 从自理行间 自理行间 去理解这个画作里面 夏老师想要表达的意义 那这个意义呢 可能每个人的领受不同 像夏老师经常会说 这个佛像呢 它是一种最神圣的艺术 这种艺术呢 它不仅展现在信仰上面 它也带给世界上 所有的人透过这个佛像呢 能够有一种 另外一个国度的想像空间 也就是说 人并不是活在 你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在佛像的艺术当中呢 再透过信仰 甚至透过信念 随时可以切换到 所谓我们佛家讲的 三千佛法的世界里面 看到你不同的这个可能性 不仅具有这个很大很大的艺术性 也具有所谓的这种 教育寓意 非常的这个让人钦佩 那在2023年呢 夏青山文化艺术基金会呢 特别在台南美术馆 我们举办了一个万法新生 夏青山艺术经典 佛像的这个巡回演出 为什么叫万法新生 我们查过了很多经典 也透过很多这个 国内外的一些专家 最后我们感觉到 其实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赏画的过程当中 或者我们在理解整个策展的过程当中 你都知道其实很多事情 菩提本无数啊 何处的尘埃 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 我们说业有好业也有恶业 那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个业 那这个业呢 其实都是由你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 就像这次画展也一样 就是我们想怎么这样展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欣赏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根据夏老师他本身的意念呢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符合每个人的需求呢 其实这个课题非常非常的艰难 还好事项非项接如来啊 夏老师的画呢因为很多元 然后呢他的画也受国际上很多的肯定 所以在巡回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透过万法新生这个名字呢 吸引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好朋友来看 也都能够接受 而且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像这个很多学者 很多的一些这个专家 或者一些这个年轻人看了 也都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展间呢 设施一些打卡 比如像钟馗啊 或者像关公啊 一些这种比较具象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在看完画展或看画展之前呢 能够在那边跟这些神佛 有一些面对面的接触 然后就有打卡这样的活动呢 传递他们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望跟想念 这个念想或想念呢 他可能要展现的是各种菩萨或者是佛祖 他们这种要康慰世人 又或者是要祭祀救人 又或者是要这个 让人人都能够生活美好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能够再透过各种方式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能够有一些领略 那在展示的过程当中呢 各种经典的这种造像 在很多的展出 巡展的过程当中呢 尤其在台南美术馆那一场 刚好那一场展览 我们邀请到英国的伦敦书彼艺术学院的我们的策展人 Dr. Cathy Heer 他是国际非常著名的策展人 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些这个 在展演过程当中 国际观上面的一些提点 也称了他的对学术的理解 还有他的艺术造诣呢 还有他的策展经验呢 让很多年轻人 也真的进入到馆藏的空间里面呢 去领略到这个夏老师他的佛像 其实是很前卫很当代的 当然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知名的策展人呢 Narger Hengen 他是大都会博物馆的教育专业 也是一个知名的策展人 他们两个在阐述夏老师的画的过程当中呢 都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认为夏老师的画的色彩非常的艳丽 要展现的一些特质呢 有时候跟西方的略为相似 然后呢 又大量的运用了各国不同的这种绘画的元素呢 所以切入的角度非常的广泛 也非常的多元 你要看画或者要去做分析 很多角度都可以让你进行切入的可能性 那所以呢 在很多视角里面来看呢 不管是从国际的策展人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请到前南美馆的馆长 潘凡潘教授 还有就是文化大学的陈一江陈老师 他们也认为就是这次的策展 外法新生呢 不仅在宗教界里面呢 是一个盛世 然后在艺术界更是值着大家仔细的细细品味 甚至呢他们认为夏老师的话 在近代的艺术史里面呢 在国学史里面呢 或在文学史 甚至哲学史 都有一席之地 都可以在很多面向上面呢 有具体的一些贡献跟呈现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 怎么去描述 怎么去诠释 这些展览的一些 这个主要的意义 所以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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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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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st 2ist 3ist 1ist 1ist 3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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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你拼得以utch学生的 我的名字好 三十年左右 The picture reflects Master Xiángōs The famous picture His contemporary art of water Donkey, Watson Ta 但如果你的大小伙伴是小的 小的小的 小的小伙伴 是小伙伴 小伙伴 我认为小伙伴 I want to start by saying,I just want to start by saying that I really love Master Shubb's.I think it's exceptional.I think it's special.I'm here because I want to be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his art reaches a larger context. and Western world.So in many ways this is really true.So Master Shubb's art has many of the hallmar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astern art but he has a wit and a playfulness and color that can be really appreciated by a larger global one. and it's still very much alive in Master Shubb's art.And there's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and beautiful about a thousand year old ancient tradition, global tradition,that's been lost almost everywhere.That is still very real when you look at his art.You can feel it and you can see it.The sincerity of his art, and great skill,there's a hunger for that.And I think great sincerity and great skill always comes back in fashion.And Master Shubb does the same thing.He's just like Da Vinci in my life.He's a master of contracts.He uses rocks a lot because of jagged and a lot of love.And in fact he's a lot of love.He's a lot of love.He's a lot like the artist Titian,the great master,the renaissance master Titian.He was,he's known as the great master of contracts.And I would say Sha is just like Titian.And that's Lipidable, that's fun for the eye I mean, this is what's so fun This is what's so cool Is that, that's what makes great art Is when thick brush strokes Next to hair thin Whistors Do you know what it says, whispers? Of brush strokes Dazzling color And barely, barely percent Is that you can enjoy it as a whole You can enjoy the whole painting You can look at it and think It's a beautiful painting Thank you so much。I hope Islam would be successful. But i think from the Mishina Naja who analyze, I think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that Mishina Najaその他人有在本土间的世界上 就是 是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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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透過剛剛的影片 觀眾朋友應該 有一些心靈上的領略 那我個人想透過 Najar Hansen 他的一個描述一個詮釋 來做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結吧 Najar Hansen說 夏老師的畫像是人的一個心 是一種生命的顏色 夏老師透過簡約的這個線條 跟豐富的顏色 勾勒出很多很多的情感 有點類似像 Picasso他的畫作一樣 把最真實的本性跟本心 在很簡約 很豐富的這種衝突之間 激化出的火花 能夠完全展露到 世人面前 讓每個人都能夠 接受到他想接受到的訊息 我們休息一下 趕後再回來 大家都有不同的體會 也有很多的感受 總是能夠跟夏老師 有一些些的連結 或者是有一些些在 不同面向上面的交集跟重疊 這是我們這次 《幻法新生展覽》上面 很大的一個收穫跟成果 歡迎大家回到金山國寶 我是主持人趙宗傑 接下來我們透過另外一位很重要的 國際策展人 也是我們這次《幻法新生》 最重要的策展人之一 來自倫敦書物比藝術學院的 Dr.Cady Heer 我們看看他這段影片 了解他怎麼樣 對這次的展覽 還有對夏拉斯的畫作 他有怎麼樣的評論 有什麼樣的說法 帶給觀眾 什麼樣的另外一個 不同的觀點跟感受 對他們的評論 非常非常非常大 很強烈 和靈藥 我認為有些社會 和它有些社會 我認為我多有多學 但在這個步驟 他真的很不特地 我認為他很不特地 和他的工作 他過了很多年代 他有這麼長的一命 但他在他的80年代表演很多工作 我认为那是非常奇妙的 要留在台湾 其实是三天 对吗 说一些关于台南的展示 台南展示范 非常有趣看到它在一个公园的摄像 深色的黄色 然后有深色的黄色 其实我也很感激烈到 多数人也有興趣 运动 运动 我认为 看到的作品 在秦座里面 是非常有趣 因为它是很大的社会 的系统 和我认为 有很多比较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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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虎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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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虞仲虑的世界、虚围是在中文中中的主要理解 所以,在中文中的原因,有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是这个世界,灵、平、患、良心、患、虚、 这是这种东西的语言、隐蔽、狐狗、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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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但在中文中的基督教会,会是通过的福音。 在中文中的基督教会会是通过的寿司。 是有所感到的,它是有所感到的, 是有所感到的, 在这些工具体的, 在这些工具的, 并将它生存到的生命。 我想,很多不同的不同的, 是有所感到的, 它是有所感到的, 因为在中国的印度, 它是印度, 但当然,在中国的印度, 它是油画, 所以有一个更重的感到, 有多重的感到, 有多重的重的, 有多重的三-dimensional性 to that work respond to we can respond to it visually with our body you know we feel it you know you showed us that huge painting just now and in a way the scale is also really important so the scale of some of those works in churches are designed to have this you know magnificent effect on it on the viewer and this kind of aura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something like the mona lisa is actually you know the idea of these figures is also very human it'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man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in a human way in a kind of personal way that we can identify with and i think also master shadow sign some ways you know he kind of uh allows you into the character particularly with john quay because he's a very accessible character you know yeah you know the actually the master shadow is put this art painting a portrait it is connected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also you know you write down some wording to persuade you know everyone to do good for others you know it's a very very traditional but but it's a color the vivid color uh like the littl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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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 it's a little similar the impregnism you know the atmosphere you know so master shot create a vast and very grand the new vision for the buddhist art painting i think it's very uh achievable you know we'll just point out to you we'll be pulled back at Dr.ectie Für. in the review, we get from Dr. Katie Here's a review of it we truly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ubject in practice of the person 무료� in the harassment background actually to see the audience or hear it maybe there's some different the question in practice by using the contemporarystoscope he used to electronically and in the Layout the adaptation 他认为整个展览的一个整体的概念 在于就是对话 就说夏老师的画跟整个展览 他可以跟观众透过在画作技巧上面 非常细致的工笔 或者是有时候有一点点透过夕阳上面的一些 光影透视法或者是切分法 能够把中西方融合起来 那来看画的人很容易就能够 在不同的角度跟大师 跟整个展览能够对话 其实在看画的人的眼里面 经常会闪烁出一种温润的这种感觉 整个通体舒畅这种不一样的身心理的感受 那在这种温柔温润的感受里面 所谓外法今生的这个主题 就很容易被体现出来了 那也呼应到就是说夏老师他的画作里面 Dr. Katie也有提到 他特别关注到夏老师 他的中奎的画作特别多 而且在中奎的画作里面 可以看到不仅是艺术上面的这种最高的境界 也能看到人生百态 他把中奎拧人画了 把中国传统艺术里面的神佛的艺术 把它跟天界跟人界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所以在很多中奎的画作里面 可以感受到陆世红尘的感觉 就是说在红尘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佛罗大众可能要经历过很多的磨难 很多的小人 甚至很多披荆斩棘的过程 人才能够慢慢地逐渐地成长 那在很多的这个绘画的技巧上面 呼应着你必须要不断地学习 那当然夏老师有很多的话 是属于比较像菩萨 是像摩尼佛或者观世音菩萨 这些呢 在Dr.Ketty Heer的眼里面 看起来比较像是 超凡入胜的一个境界 那在这个境界里面 等于是说 我们的整个身心或者靈 透过不断地这种策展的过程 或者看化的过程 理解到自己 别人 整个大环境 还有很多可控或不可控的一些 自然或非自然的因素 让你的心灵能够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天行剑君子以至强不喜 夏大师在这个整个画作 还有我们帮他布展的 整个大的格局里面呢 体现出来的最根本 然后最原始的那样的一个 核心价值跟理念 那整个万法新生 夏金山经典艺术展的这个主题呢 大家都有不同的体会 也有很多的感受 总是能够跟夏老师 有一些些的连结 或者是有一些些在不同面向上面的 交集跟重叠 这是我们这次万法新生展览上面 很大的一个收获跟成果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之后我们的节目呢 将带给大家更精彩的分享 记得准时收看 我们下次见